台湾是一个同心的伴侣 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 与台湾进行包含最高层级的互动 严重关切中国与台湾的军事动客 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准备程序 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 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等 过去欧洲为了发展经济利益 所以以中国为主要的导向 可是他们却发现 这样的一个经济利益所换来的 却是中国的穷兵独武 经济掠夺破坏股市价值 只不过欧洲议会高调提醒台湾 竟然让他们深陷险境 瑞典籍欧洲议会议员英奇尔就爆料 受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欧洲专美于前 就在联大2758号决议将届满50年之际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自强 也出面指责中国错误使用2758号决议 才让台湾受到各大国际组织排挤 欧美各国不约而同发言商艇 已经让台湾备受打压的处境 引起全球重视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